今天要來開箱的是佩佩珠的小冰箱 那因為之前多多已經玩過了 所以他有兩個東西是放不進去的沒有關係 好 請打開來 我先打開大的喔 這個是原版的佩佩珠 這是什麼 果子吧 不是啦 雞蛋啦 這才是雞蛋啦 這才是雞蛋 這是果子喔 我其實有一點看不太清楚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雞蛋做得好精緻喔 一排一排的 請幫我打開 哪個 這個啊 還能打開啊 不要心你開完再說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沒有沒有 你自己處理 我要先來看這個 他這個側面呢 就是很像冰箱下層有沒有 可以放果汁 飲料啦 還有他這個都做得很精緻喔 像例如說那個番茄醬 還有小的牛奶盒 都做得非常的精緻耶 我很喜歡 然後第二層可以放其他的東西 來看一下飲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什麼 沙拉醬 沙拉醬 好 沒關係 我覺得你打不開就不用開 因為那可能本來就打不開 來這一層呢 是真正的那種 啊 放 這個小蛋糕 然後你看啊 蛋糕有做得很精緻耶 你這樣子一整組才賣300多塊 真的是蠻便宜的 還有冰箱的最下層 是放蔬菜水果的 還有小飯糰 我有看到他的小飯糰喔 你看做得非常的精緻 有幾個 嗯 兩個 好 來這個 喔 喔 喔 雞蛋他已經打開來了 太精緻了還可以把它拿出來對不對 好 請你把它用蓋子蓋好 他們有蓋子 他們有蓋子好 好 阿這個是什麼呢 頭皮要壓好 嗯 不是 這個是什麼東西 呃 紙盒喔 他有很多紙盒 然後側邊 有三個置物醬 來看一下 農凍櫃裡面 是放什麼呢 媽媽 你這個 不是放這裡 不是喔 那你再放我回味好不好 孔雞呢 他的東西 非常的 琳瑯滿目 我說 我把這個放在這裡 就放在這裡 嗯 好 我把這個放在這裡 好 那其實玩這個東西就是 欸 可以 讓小朋友自己選擇 他是要收納 放在哪裡 對 對 嗯 這個應該不要放好了 我怕 好 那請你把蛋打收進去 有興趣的朋友再去 Google看看這個 沛沛豬的小冰箱